大家好,又是我奶茶紳士 今天我找了一位重量級嘉賓 哪位重量級嘉賓呢?跟我來 各位,大家好… 2015年的商料冠軍 和2017年的香港冠軍 前寶遜師傅 今天寶叔上來做我的訪問嘉賓 寶叔,你來還是我來? 你站在那邊 好的,收到 好… 起開一點,待會我沖壺奶茶 給你們… 大家品嘗一下 我可以不用擀手 那就交給寶叔了 難得茶王中叫我上來擀一手 我就上來…儘管上來獻酒吧 怎樣為止一杯好奶茶呢? 很無寧兩可 如果適合大家喝的 就是一杯好的奶茶 最主要就是沒有一種噴味 有茶香 不要那麼厚身 因為現在人們想喝這麼重口味的奶茶 都是會受到其他地方的影響的 尤其是台茶 他們走的全部都是清香型的路線 我們港式的奶茶都要朝著這個方向 一路跟著他們走的 是時候都要把那些茶味撞出來 在煲茶那段時間 那些茶的香味 我相信如果你們看的就會聞不到 現場拍攝的工作人員 或者我們喝奶茶那些就會聞得到 那麽製作一壺奶茶的時間 最少都要13至15分鐘 這段期間其實都講很多學問的 第一,你要講一下火了 是中火、慢火或者大火 水質也要講 時間也要配合的 幾方面的 所以有很多茶餐廳喝奶茶的茶客 有很多心急就喝不到一杯清香 或者好喝的奶茶 寶叔,先喝杯 乾杯… 好 來,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好 現在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寶叔 再介紹一下自己 可能年紀大了 個個都叫我做寶叔 九至十歲左右 就已經開始做冰室這一行 正式沖茶來說 也是沖了三十六、七年 你怎樣看現在香港的茶葉 香港的茶葉 比起我們初初入行的時候 已經是差了很多 一杯好的奶茶 都要講很多種原因 奶、水、茶葉 茶葉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或者潮濕、乾燥 出來的味道都會不同 現在香港喝奶茶的要求 的味道高了很多 我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根本上可以用三種茶葉 就可以沖到一杯 好的奶茶 現在天氣的影響 和人的要求高了 都要五種至四種茶 才可以叫做入口 以前奶茶來說是茶餐廳的靈魂 所以那杯茶就很執著 主觀性覺得適合自己喝的 就是一杯好的奶茶 不適合喝的就覺得好普通通 現在盛行評判茶的文化 會覺得好處在哪裏 和不好處在哪裏 說你在地區性的人口 適宜喝茶的重味 或者茶的清香味 去配那種茶 就沒有一定的 因為都要去彈性處理 靈活玩 你會覺得是用拼茶好 還是自己混合茶好一點 當然是自己混合好一點 不過問常機衣時間 你往往自己混合 就會自己很辛苦 通常都會自己去那間茶公司 撿了些茶出來適合自己的口味 就由他們去拼配 就交回來給我們 就省了很多工夫和時間 往往那時師傅上去 混合了三、四個小時 才會回來 幾十磅或幾百磅 沒錯 國瀂 香港、澳門這三地 那個奶茶文化你又怎樣看 香港就沒有甚麼要求 總之要快、便宜、靚、正 這樣便可以了 澳門來說 對於喝奶茶的文化 沒有香港和國內的人要求那麼高 如果說市場來說 銷路一定是國內 會比香港好很多 而且他們自從回歸之後 對奶茶的文化要求都高了 不是普通一杯奶茶便能夠過骨 我知道保叔 你國內也收了不少徒弟 二十多、三十個 差不多 保叔,你真是懂得說笑 叫做怎樣呢 每個人的手法都不同 要用心去學 還有保叔 你怎樣看台式和港式奶茶 又或者我們的港式 有甚麼方法可以做得好呢 有沒有那麼多師傅 要想辦法把那杯奶茶演繹成多元化 不會像傳統一杯奶茶 我們會加一些東西 例如很多東西 例如我們加一些朱古力 或者杏仁箱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年輕的時候有些華田 很立刻都有 但現在就少了 反而我覺得是 在外面真的少了 我最近也有很多用奶茶去試過 玩一些新產品 玩一些新的產品 讓港式奶茶有多些新的口味 例如冷的紅豆奶茶 不知道你有沒有喝過 紅豆奶茶 這個紅豆奶茶不錯的 味道挺合的 不過問題上 如果你沖奶茶那時候的糖分 不要放那麼多 本來紅豆已經是甜的 我也試過玩過很多種 新的奶茶口味 第一 要說新的口味 第二 要說包裝 包裝也很重要 台式奶茶為甚麼這麼多人去喝呢 第一 因為茶不會像我們港式 港式奶茶來得那麼融 那麼濃厚 清香一點點 而且包裝也很好的 夠大杯 抵飲 十多元一杯 有五百大杯 港式奶茶 二十多元 二百至二百多 只有八盎司 相對上來 就變得不抵飲 年輕人比較喜歡 大件夾底吃 沒錯 現在港式奶茶來說 自從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後 現在很多年輕一輩都很支持港式奶茶 其實是的 我看國內的接受程度也挺高的 如果說接受來說 深圳那邊就比較要求高一些 其次我覺得是到上海 即是接近香港的 深圳 沒錯 以前上面的人對奶茶都很陌生 自從回歸之後就想接受這種新的事物 甚麼叫做奶茶 又說有非物質文化遺產 要試試 為甚麼令到這個港式奶茶文化 再推得更英俊 廣告 或者上網 還有最主要就是包裝 而且價錢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港式奶茶 始終我都覺得是一種健康的飲品 奶就是奶 茶就是茶 糖就是糖 台式奶茶就是不會像我們港式來得這麼健康 它多數有些 最好像早前那些素化劑 年輕人喝下去 味道挺特別的 不同 它沒有去想到健康那種問題 即是剛喝大杯 你看到國內那裡 各個都手拿著一杯 抵抵喝大杯 如果你是港式 如果你想追著台式奶茶去做 大家去爭 根本就不可能 是 都是輸了別人一籌 因為港式奶茶 就是很有文化 還有你有要求 才能喝到那杯奶茶 它那些就叫做怎樣 好像喝水一樣 有些茶味 認識很多年輕人 市場就比較大一點 無論如何 現在這個時間 我再給予一些廣告 大家是否很想知道 在哪裏可以喝到寶叔的奶茶 寶叔 介紹一下 都很幸運 這麼大年紀 有一間公司 或者一間餐廳 請了我上去 這個我們香港最出名的 太平山山頂山頂廣場 三樓 那間金牌老香港那裡住場 大家有興趣的 就有空 可以過去捧牆 好 多謝 至於今天 為何弟弟都會不戴上 紳士袍 穿上這件袍 因為我和寶叔 都是同一個出處 變成尊重這個名字 所以都掛上這件衣服 即這件衛菌出來 這裡也再一次 多謝香港咖啡紅茶協會 OK 還有我也有一點點補充 就是像鍾哥說的 很感謝香港紅茶協會 以及金白家公司 打造了一個 港式奶茶比賽 幸好我在這麼大年紀 都拿過三次冠軍 對奶茶的事業 叫做有些交代 即是再次多謝這間公司 以及咖啡紅茶協會 給予香港人 有一點點尊敬 因為以前的人 通常都是稱呼我們的咖啡仔 現在我們也有一個新的代號 很多都會叫聲師傅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今天很感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OK OK 千萬別這麼說 如果有需要的 隨時找我再來都可以 總之我們大家為了港式奶茶 就繼續努力 沒錯 一定要 我們先跟鏡頭說聲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